我們的客戶大部分都是 美國人比較多 他們都有一個夢想 退休以後想要有一個船可以環遊世界 那就是我們這種船 市長已經有出貨的船嗎 有啊 很少啦 我一兩次了 就有一次在基隆做的 我那個從頭吐到尾 怎麼可能 這一艘要一億怎麼買得起 這就是我們的廠房 模具在這邊生產 把這個船殼印好了以後 比較先進的做法就是 Infusion 真空引流的一個做法 照我們的Schedule 進去擺得好 啊現在整個封 用那個 塑膠布的整個包 然後裡面空氣抽掉 換那個酒精去味 這樣它就沒有那個錯位 強度更好 施工的人更輕鬆 這個東西它就是 你看它這個是發炮的縫 其實它強度很好 剛性又夠 那它就裝那個冰箱沒有問題 這算那個 盆的那個鉗 它有加2.5%的T 就好 塑膠的那個 船的最下面那個 那個船 我們的船船 如果沒有這塊 會翻過 這隻塑膠30斤 這塊差不多10斤 你看它這個 它就開始在裝潢了 所以其實剛才要做得好 真的說起來是 一萬六千個小時 一萬六千個小時 我們這種船 現在在世界上可以做的 國家真的不多 那台灣剛好有這個技術 它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現在還可以生存 但是將來我不敢說 我們最近一直在要求政府說 能不能給我們多一些外勞 那當然這個是燃眠之急 但是假如說可以 從我們教育開始 將來才有我們自己的根本 靠別人還是要靠自己 技職學校 稍此話 沒有人要去服技職學校 都往大學丟 不想去幹 我來那邊那邊 台灣教育真的生病了 教育的體制 所以希望主席就有機會 然後去改變 現在很講究環保 但是我們現在的政府 就是專門在抓這一塊 那所有跟環保有關係的 全部都在澳門 環保哪個地方被覆蓋 什麼 包括 膠殼、樹脂 阿西洞 阿西洞 這個都是我們遊艇業裡面 常常會用到 除非做密閉廠房 不然這一定是 除非做密閉廠房 我們也不爽 其實造船業 老實講 這是一個忽然蠻大的行業 但我們也希望把它做好 品質更好 但是政府有時候 讓我們會覺得說 阿你突然間又來一個空屋 我們要繳個幾百萬 阿如果要用空屋標準抓你 阿那個標準就是你 你一定做不到的 對啊 阿開新工廠根本 更不用講了 新工廠開 我們主要遇到困難其實就是人才 人才的部分 還有台灣主要還是在大陸旁邊 我們客人都會問我們一句話 就是說 我跟你買船買到一半 如果發生戰爭了怎麼辦 你要怎麼樣把錢還給我 所以導致到現在 其實越來越多船東 他們買船的買主 他們會說 船運送到了美國 或到了歐洲 我再把錢匯給你 在做好之前 會不會發生戰爭 對 他希望買一個 什麼戰爭線 我的配備給你了 這個戰爭線 我們希望你來穩定台海 所以這個就是你常常在講的 我們要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我都記住 這艘船大概要將近三百萬美金 折二台幣就一億嘛 如果還沒蓋好之前風吹草動 發生個戰爭 他就血本無歸了 過去做到哪裡又付到哪裡 現在叫提存 就蓋到什麼程度 他把錢放在銀行裡面 但是問題是 他這個錢都放在銀行 他不能用 資金掉路就出問題了 所以還是要降低兩岸的風險嘛 因為這個是人的感受 他覺得有風險 他就 就不太敢來台灣 買這種單價比較高的船 市長有打算買一種嗎 怎麼可能 這一艘要一億 我怎麼買得起 得到 dese 在三百萬美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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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